特化故意讓玩家搞內部矛盾,怎麼能讓他得逞呢? 因為我在黎明殺雞那邊已經受過人徒對立了 這是第一次製作完蠟像屍的時候 好吧 OK,讓我看一下椅子哦 我覺得他們會從這邊過來 壞的猜錯了 啊,這個 沒事沒事,我是強大的蠟像屍 噢,好高 主播為什麼要看椅子不鞭屍 好,為什麼要鞭屍,大家看出來他移動速度不對了嗎 還是看出他開了別的什麼掛了 可惜沒有二階技能有的話這一波可以給他們打崩了 蠟像屍邊屍會加快升天速度 蠟像屍邊屍沒內蠟 不是,我雖然是剛玩這個遊戲 但我也覺得不可能有這種機制的 撞了邏輯就把這個遊戲的底層邏輯都打破了呀 誒,他怎麼自己起來了?難道這真是掛? 是掛就直說好了唄,我是眼睛土風啊,隨便抓他的 就是拉拉隊員的技能 蛤,那為什麼讓我鞭屍啊 因為蠟像屍就是來鞭屍的 蛤?等會兒我想想 這角色鞭屍會有什麼收益極致嗎 誒,壞了,沒擋住 這個玩兒能瘋死嗎?好的 先要把這個人掛了 這魚起碼是可以平了 主要是第五人歌的人類喜歡做動作嘲諷 哦,這樣啊,那我大概明白了 大家先別在彈幕吵架啊,等我說完 我現在已經播了一個半小時左右了,對吧 到目前為止,我一個做動作嘲諷的人都沒看到啊 大家都在很正常的打遊戲,不是嗎? 冰屍是一個土木最無能的表情 不是,不是,不是,大家先聽我說啊,不要吵架 跟無能沒什麼關係了 大家先聽我說完啊 冰屍這個事情,我覺得挺正常的 第五人歌這邊嘲諷是做動作,是吧 對手先嘲諷你了,然後你把他抓住了,辨量一下 我覺得很合理,畢竟俗話說仙撩者見嘛,對吧 我玩二零名殺雞碰到陌雲起碼閃手店 還一直蹲起的人 或者是那種愛滴辱華的,還有開掛的薇草哥 我抓到的,我也高低憋量一下的 但是今天晚上我都沒碰到一個嘲諷的呀 雖然有好幾個彈幕勸我便是讓我有種 第五人歌這邊人土矛盾原來這麼嚴重的嘛 要不我還是換個游戏播啊 比如哪天我刀到池魚這樣了 主公,你視頻裡面就有好多做動作嘲諷你的 只是你沒發覺是在嘲諷 那也不能把他們的罪果搶架到 這一局好好打的人類身上吧 這不是直接先射箭再畫靶了嗎 他玩人類他肯定會嘲諷我 不行,我得先編了再說 不能回頭被他嘲諷了 然後還跑出去了,我沒編到 不能這麼想的呀 法律上還講究疑罪從無呢 更何況人家壓根就沒有疑啊 連疑都沒有 我說夢怎麼之前我不愛硬追廝殺 有時候還放人搞的大家反應這麼大呢 原來這邊人土矛盾這麼大 主要是第五策劃把人類搞得太強了 搞得土夫玩家力氣很重 那就更不能編了呀 策劃故意讓玩家搞內部矛盾 怎麼能讓他得逞呢 而且我也沒覺得土夫很弱啊 我硬挺多的 而且想爭個平卷還很輕鬆 這邊一刀斬好強啊 不會被拆掉的 主播你不編師就算了 放人就有點盛母了 我告訴你有個內心活動啊 最後一個人躲貓貓找地窖 我在圖裡面找半天還不一定能抓到 那我爲什麽不趕快贏下一把去呢 你肯定想說 但是我打的是排位是吧 那你要這麼說那就更該放了呀 你看 我抓四個人和抓三個人相比 我只多加了一分呢 但是我讓這一個獨秒跑出去 他應該會加個七八分吧 我還沒打過人類排位呢 怕坑隊友 只要把他放了 我就從策劃手裡面 平空多變出來六七分 那我爲什麽不這麼做呢 對吧 而且這一分對我來說也沒什麽影響 不要成為分數的努力啊 不然你會馬上對這個遊戲持續興趣的 這樣我教你一個穩住心態的辦法 直接改變你的思考方式 人類砸板子砸到頭了 在後面蹲起不轉點 這時候你就不要想 啊可惡這個人就敢嘲諷我 我吃八道他之後 必須很有地編他的詩啊 這種時候你就這麼想 這第五人格策劃設置的 距離補償機制發動了 不是說現在人類太強了嗎 那他站在板子後面不走 就是個隨機触發的距離補償機制啊 安全吧他自己把自己拉距離的時間浪費了 短板來這麼一下呢 很可能就抓到了對吧 總之啊大家在彈幕刷什麽 人類善意做動作什麽的也好 說人類經典手法什麽也好 在我直播的時候大家既然不要刷了好嗎 尤其是人類方選的幾個 叫啥來著我有點沒記住 就刷這活拳架陣容的 真的停一下吧 當然啊我說這麽兩句 肯定不可能作搖這遊戲這麽多年 誕生在各位老玩在心裏面的各種不同想法 我只希望在我直播這一會兒 大家能稍微休戰一下 因為我在黎明殺雞那邊已經受過人徒對立了